想象的冒险之旅 就在蛇丛阁最新小说 密道追踪 老沙说 他在钢场 看到了万字形的钢管 他说 这个万字形的形状 是佛教的一个符号 哦 你说古墓里边 有很邪性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吗 但凡 中国跟墓葬有关的文化 跟这个佛教 那都是没有太多的联系的 老沙有点懵了 你这话怎么讲啊 我读书不多 我不是很明白 我就说了 中国的传统的宗教是道教 所以 风水啊 勘语啊 这些墓葬文化 都是跟道教有关的 可是佛教没有这些讲究 佛教 佛教讲究的是四大节空 和尚死了都是火葬的 最多死后 刨出几颗烧不化的胆结石 就说它是舍利子 然后把这个舍利子放到塔里供奉起来 这就算是比较讲究的了 老沙说 嗯 没明白 明白 你的意思是 这种大型的古墓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也是 中国人 道教方面的做法 跟佛教无关 所以 这个地面上的泵房 伸出了四个钢管 构成了一个腕子形 它只是一个偶然 对 这根本就是 两种不同路的东西 哦 你错了 小徐 你犯了一个错误 我摊了摊手 做出了一个不解的姿势 老沙说 古墓 是金元时期的古墓 可是钢厂 是六十年代建设的呀 哦 我一听 马上明白了老沙的意思 我把思路整理了一下 对老沙说 你看是不是这样 勘测队 发现 虎福镇的附近 有铁矿 然后就开始建厂了 当建厂的时候 这个古墓 就已经有人知道了 但是 出于某种原因 这个古墓的消息 并没有对外放出风声 不过 有领导知道这件事情 而且很迷信这个 或者 在修建钢厂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意外事件 又无法解释 他们就请来了一个和尚身份的人 用某种特殊的布局 震住地下的东西 老沙偏着脑袋 向我微微点着头 我知道我猜对了 想明白了这一点 我忍不住好笑 六十年代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三线企业如火如荼 我很难想象 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 那些坚定的建设者 怎么会认同一个和尚 来钢厂做法事呢 而且是镇住地下的 某种邪性的东西 这个实在是太矛盾了 但是我也不能去 辩为老沙说的话了 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 很多相互悖论的事情 也是会同时存在的 我已经屡见不鲜了 于是我只让老沙继续说下去 老沙当时看到了 蹦击防围中心的那个万字形 他的心里震惊得很 他立即从高楼上爬下来 想马上找到神偷去说这个事情 他说 这笔买卖绝对不好做 这个跟以前的生意不同 以前最多是失手被警察抓起来 那就是盗窃罪 数额特别巨大 才会判中刑 一般呢 打点上下 两三年就放出来了 可是这次很明显 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警察 而是要去做的这件事情的地下 这地下有不一般的危险存在 有神秘的事物存在 这个偏离行业的路数太远了 实在是太冒险了 老沙焦急的等到了下班 正要离开 队长大拿去把他叫住了 老沙 哎 能不能给我帮个忙 老沙就说 哎 怎么了 能不能帮我再加个班 上一个通宵 我知道啊 连续上二十四个小时 说不过去啊 大拿不好意思说着 他接着说 可是他们都跑了呀 你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 这些天 我也是一直在苦熬啊 你看我这每天就睡几个小时 哎 这么着 我一定申请 给你多发点加班费 嗯 老沙看见大拿的言辞闪烁 知道大拿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想来想去不好拒绝 只好对大拿说 那 那你让我回去吃个饭呢 是不是 你看这个厂子里 也没个洗澡的地方 啊 我就回住的那个地方 我洗个澡 我就来上班 怎么样 当然可以了 那行 你晚上啊 十点之前来加班就行 嗯 老沙 敷衍着大拿 马上就回去 一刻都不耽搁 他跑到了神头所在的旅馆 到了房间门口 也不敲门 直接把门给弄开 老沙这一身的本事不是虚的 他几秒钟就可以开一个锁 比用钥匙都方便 他开门 就用两根细细的铁丝 这根铁丝一直都放在身上 而具体在什么地方 老沙是从来不跟说的 老沙开了门 马上就冲进去 看到了穿着睡衣的烟儿 正在鼓刀电脑 一脸的严肃 烟儿看见老沙突然进来了 惊慌失措 连忙把身边的烟外套给穿上了 脸色很不安 老沙不跟烟儿啰嗦 不安有事 要跟神偷说 他出去办事了 这活我不干了 我现在就走人 不行 烟儿拒绝了老沙的情色 你得等神偷回来 当面说清楚 哎呦 行行行 他好歹救过的命 行吧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他估计得一个晚上 你明天早上跟他说吧 老沙没办法 只好兴兴地离开了 看着烟儿继续鼓刀电脑 这个时候老沙发现 电脑上牵出了两根数据线 连接着旁边的一个设备 那设备有一个显示屏跟医院的心电仪是一样的 屏幕上跳动着曲线 老沙回到了租住的地方 洗了个澡 在晚上九点半回到了钢厂 大拿看见他回来了 高兴得很 老沙一看 原来钢厂里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保安在上班 只有大拿一个人在这里值夜班 哎呀 这个队长当得真磕沉啊 大拿和老沙说了一阵子话 大拿看了看时间对老沙说 这个时间还早啊 我还得练练功夫啊 然后大拿就把一个酒瓶放在了桌子中间 酒瓶里放着半瓶酒 大拿摆好了架势 隔着两三米 对着酒瓶用手掌一推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 老沙就奇怪了 这 是不是 是犯毛病的 接着 大拿又用刚才的姿势 用手掌 隔空 对着酒瓶 推了一下 哎 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生 老沙心里好笑 就看着大拿继续的犯傻 大拿不停的隔空 对着酒瓶出掌 闹腾了很久 老沙都看困了 打了哈欠 哎呀 对啊 咱们是不是该 该出去巡视了 看见什么了 哎 酒瓶里的酒 酒瓶里的酒 对 大拿指的酒瓶 对老沙说 你看 啊 老沙仔细再看酒瓶 这才发现 酒瓶里的页面 荡起了一点微蓝 哟 哎哟 厉害啊 老沙对着大拿 攻了攻手 大拿兴奋的说 知道吗 我这几天才发现 自己本是掌了 你知道这什么招数吗 隔山打牛 这是很高 身的功夫 不是 是 哎呦 好好啊 好 老沙的嘴上敷衍着 心里却满是狐疑 这个世界上 哪有什么 隔山打牛的功夫 酒瓶里的页面 在晃动 那只能是别的原因 是某种震动 这老沙正在思考 震动的原因 房门突然 砰砰作响 大拿连忙去开门 然后对老沙说 咱们呢 还真得要到大门去看看 来了人都不知道 门开了 是黑小和二子 站在了门口 您正在收听的是 蛇丛阁最新小说 密道追踪 大拿好奇地问 怎么了 怎么怎么 你们不是不愿意上夜班吗 怎么跑回来了 儿子对大拿说 我 我们还 还 回来 回来上夜班 好 老沙发现 他在不停地抹鼻子 肯定在掩饰什么 大拿果然不信 天 你们能这么好 实话实说 怎么回事 妈 二小忍不住 说了实话 我们住的地方 这今晚 他太邪性了 我们还是 回来 常里再闹腾 至少这人多 老沙一听到 二子说 我常里闹腾 心里就咯噔一下 把眼光看向了大拿 大拿就不停地躲避着老沙的眼神 老沙明白了 大拿心里有事 不过 老沙也顾不上去追问 大拿心里想的是什么 二子呢 正在唠叨他们的事情 原来 黑小和二子 这两个人和大拿是不一样的 大拿是吃喝拉撒都在厂里 而其他的保安 就厂子附近租房子住 黑小和二子 两个人为了省钱 就没在镇子上住房 而是在附近的小山沟 找了个农户 住下了 结果 他们在小山沟 到了晚上 山沟里的气氛 突然就紧张了 村里 本来人就不多 几十个村民聚集在一起 有的人准备好了火把 看样子是要找人 他们分析的没错 山沟里 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都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 前天中午的时候 说来虎夫镇上玩 到了傍晚 一定要回去 因为那个小山沟 通往外面镇子的路很狭窄 九区十八弯的 崎岖难行 到了晚上 就更难走路了 所以两家人还特意交代了一下 一定得赶到天黑之前回去 但直到到了晚上 两家人都没有等到自己家的孩子 一直到了夜里九十点 还没有回家 家人再也沉默住气了 他们在镇上没有亲戚 晚上不回家 没有地方去啊 肯定是路上出了什么事 耽搁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 黑小就油腔滑吊地说 听问题 那是不是 这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 青春期懵懂 跑哪开房间来吧 一个村民就骂黑小 你放屁 他们是堂兄堂妹 打小一起长大的 黑小孩儿子 黑小孩儿子是外来人 本来就怕欺负 连忙住嘴了 儿子连忙道歉说 别别别 别听我这哥们下白话 他这张嘴啊 就这样 其中一个妇女 是那个女孩的妈妈 突然想起来 黑小孩儿子 是在镇上上班的 连忙就问了 嗨 那你们就没有在镇里 看见他们吗 黑小孩儿子 想了一会儿说 没有 没有 我现在这个镇上 小孩很少 要看见了 肯定挤得住 那个妇女就急了 一群人就在那商量 这天眼看就要黑定了 最后他们决定 还是往镇子里来找 也没有其他的地方可找啊 因为山沟的出路 就这么一条 其他的地方都是老林子 黑小接着说 我看他们可怜 我心想啊 多一人 多一份力 我就帮他们去找了 队长大拿忽然插嘴说 你帮忙找个屁啊你啊 你们就是怕了 你们故意找个油头 回来是不是 黑小跟二子联盟 都不是队长 我们真的是陪他们去找人啊 你不找着找就找镇上来了吗 那不我们干脆就来上班了吗 大拿点了点头 那你们心里害怕 就不敢回去了 是不是 老沙听了他们说的 心里就在思考了 他满心惦记着地下盗贼的事情 思路就在这个上面 指不定是这两个小孩碰到了盗贼了 盗贼怕他们回去乱说 就先把他们给扣起来了 等完事自然会放掉他们 可是 黑小跟二子这两个人接下来的话 又让老沙觉得自己的推测是错的 大拿顿了一针 缓缓地说 嗯 那你们找着那俩孩子了 黑小摇摇头 没有 没有 我们找线索了 我们能确定那俩孩子 进了黑林子了 大拿把桌子一拍站起了身 今天黑小吃饭 二子 老沙 跟我走 二子站起来愣了愣说 去 去哪啊 大拿说 咱们去帮忙 说不定他们还活着呢 多点人 找到的机会更大 黑小急了 我靠 把我一直扔这啊 不是 这厂里这几天一直在闹毛病 你不是不知道啊 你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现你啊 这厂子里能有什么毛病啊 你别给我瞎捣乱就没毛病了 黑小细声细气地说 他 他们父母不甘心 还是报了警了 现在警察负责这个事情呢 而且 我写这事吧 你 你也知道 这黑林子里边出事不是第一回呢 那 那地方 这 老人去了没事 要是年轻人 最好晚上别去 大拿踢了黑子一脚 恶狠狠地说 爷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 咱们去了再说 大拿心急火燎 一刻也不耽搁 一行三个人 就往出事的小山沟跑去了 可二子呢 他希望慢点走 磨磨蹭蹭 他进行得很缓慢 大拿只好走在最后 不时地踢他们两脚 哎呀 有这几个小孩 赏他们手掌子 真吵对人了 老沙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保安 他觉得 这简直是拉低了自己的素质 说实话 老沙不愿意掺和这件事情 刚常理诡异的事情 就够他琢磨了 现在还非得跑到外面 来找什么失踪人口 而且 观看二子的表情 就可以肯定 那个黑林子不是什么好地方 说不定 关乎性命的 越往阵外走 老沙就觉得不太对劲 不时就留一路上的环境 以背不测 到时候得认得路啊 师父曾经告诉过他 宁可保山空回 也不要不信邪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蛇丛阁最新小说 历道追踪 演播 爱宝阳 编辑制作 余丹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